张华县政府配合中央推动风力发电四年计划 规划办理国家级重大建设 在张华渔港南侧规划设置张宾离岸风电运围基地 15日正式开工 王县长向经济部长王美花说明 张宾离岸风电运围基地整体开发经费 仍有近16亿经费缺口 北侧渔港未完成部分设施 所需经费约14亿 期望中央大力支持将港区建设经费纳入 维育码头我们是用前站计划 4.19亿中央全额的补助 请我们张华县来主办 北边渔港就要麻烦宇岳叔 刚才讲了害我就有压力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个整个港南边是我们运围码头 北边是渔港 那渔港把它做成一个生态的渔港 那里两个要共浪 比较为共浪 总该是在说我有听到 所以我刚才问说 我们这个渔港有没有放到全站去 有是不是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就是真的一起把它做好 那有生态有商业模式 这个是一个最理想的状况 本运围基地预计在110年中来完成 第一个阶段可以提供给实习的船只来驳位 那全部完成将可提供最多有44个驳位 来供我们未来在外的这个离岸风电的一个这个运围船的一个使用 那未来也将提供给离岸风电营运维护以及运输的最佳服务 是中央政府在全力推动我们离岸风电的指标性的一个建设 也是未来20年离岸风厂运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 整体的开发约需20亿 目前已获得经济部工业局前瞻基础建设的补助4.2亿 但是仍然自有将近16亿的一个缺口 张滨离岸风电运维基地新建第一起工程 预计110年中旬完成 可提供实习船只驳位 全部完成后则可提供最多44个驳位 提供彰化外离岸风电运维船使用 以及离岸风电营运维护运输的最佳服务 是中央政府在台推动离岸风电的指标性建设 公益频道林俊明入港采访报导 出汇状等大学 何意考虑 帝宝